台股達人秀 從這邊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熟知一起變達人 我是又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談來賓 蕭美 蕭老師來到我們現場 好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這個520行情也算是過了 所以我們現在好像要期待什麼 也很難說 你說五窮六決 這真的沒什麼好期待的 未來的電子旺季 可是現在全球的 不管是終端商還是上游廠商 似乎都在做去貨存的動作 我們從國際股市的格局來做觀察 其實加權指數 目前跌幅也已經正在拉大當中 標普已經算是進入熊市了 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我想好奇問一下蕭老師 我們很清楚 近期很多台北股市 目前跌升的股票 殖利率效果開始湧現了 如果按照去年的獲利表現 對照目前台北股市 在萬五萬六的話 台北股市平均的殖利率 已經來到4.2%以上了 所以現在其實有很多 在過去我們被視為穩定配息股的 你比如說電子五格 代工廠 往年穩定配息 現在殖利率有的來到8% 有的來到10%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看到4月份 上海因為在整個月 4月份都在封城當中 所以4月份月營收是全部衰退 那麼由於股價的走跌 而導致殖利率的大升 這個時候是我們介入的一個方向 我想請蕭老師先跟我們 從整個上海的一個情況 以及電子五格的關係 來做一些這種 那整體上其實今年以來最明顯的 就是大陸陸續做封控 那這個部分當然針對整個供應鏈的狀況 就被打亂了 那所以市場包括之前不是針對聯發科 一些所謂的投資機構 出去一些評價報告 就是說光是聯發科的部分 在大陸的Android手機的晶片 那最起碼降幅大概在15個百分點左右 那當然高通也會受影響 可是緊接而來就在這兩天 那聯發科的蔡董事長 他馬上發出新的聲明 他說講的是沒錯 問題是雖然我在大陸的晶片是會出現下降 可是我今年全年最起碼成長20% 我覺得這有趣 因為很多人沒有意識到說 聯發科近幾年在大陸的市場大幅度的擴大 除了跟本身的自身競爭力有關之外 那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華為技術被封鎖 就IC設計上了被聯發科給瓜分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要怎麼觀察說 如果大陸的景氣 其實還在明顯的景氣下行格局 領先全球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這些代工股 或者說消費性電子產品 要怎麼針對未來幾個季度來做宏觀的推演 對 也許就是說因為過去長期以來 我們的台商大家會看 就是說在大陸的一個拓展狀況 跟它的營收獲利的一些表現 可是因為接下來 因為就根根好好提到 因為上海 從這一次的上海的所謂的封控開始 那造成整個大陸的成長率 今年肯定會有非常大幅度的縮減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就是 台商的應變能力其實是很快的 就好像是瑞銀 他在今天出具最新的評價報告 就是說其實這些重量級的一些電子類股 他不是全部壓寶在大陸 雖然大部分這邊被緊縮了 可是我相對的 我在整個東南亞地區 包括在印度 我是大幅度上揚的 也就是說我這邊衰減 可是我在東南亞部分的部件 我是成長的 所以整體上我們來看 包括我們看殖利率的部分 沒有錯 就是說因為股價下跌 所以你殖利率上揚 但是特別是針對純股族 我的立場是這樣子 你不是看一年的殖利率的 不準 因為假設他去年獲利能力很高 那今年比較大方 我現金股息可以配在50% 那當然就會拉高 問題是 是不是長期穩定的一個殖利率 這比較重要 而不是短線上 因為股價中錯 所以造成殖利率上揚 我趕快做買進 那個就違背了我們做所謂的 定期定額朋友的一個理念上 其實是不相通的 所以也就是說 過去如果它的股力配發 慣性很穩定的話 如果今年殖利率突然飆高 反而是可以墊長期 因為股價跌得稍微貴了一點 可是剛才蝦老師也提到 你看 六月份現在上海也是陸續在進行解封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四月份的營收 老實說 受到衝擊太大了 幾乎電子五格 不管是連鴻海 廣達 人保合數 全部衰退 那麼隨著五月份 六月份有沒有可能在第二季 反而第二季財報有可能 否極太來 我們從中美台目前的聯動指數 來做觀察 其實今年上陣 好像跌幅沒有想像中來的大了 各位請看這個是周線圖 所謂的周線圖就是 一根K棒是一星期 你看那個上陣 就最底下藍色的是上陣 我們先看 就是說我們的特定比對 怎麼比對 我們把從2020年9月份 當時大盤最低點從12144 漲到18619 足足漲了6000點 再從18619 今年的1月5號開始回檔 那最低呢跌到15616 它又跌了3000 也就是說 它好不容易漲了6000點 在短短五個月之內 不到五個月 跌到50% 跌到50% 可是我們來看比較有意思的就是 其實你們有發現 過去這一個月 你看那個周線圖 上陣 從上海開始封控 第二個月開始 它反倒是上陣指數每周是往上漲 連四周收漲 連四周是上揚的 它是連四周上揚 所以整體上我們的看法就在於 當然消息面的干擾會有 但最重要就在於 當你非常小心比對完之後 那麼你自己要怎麼去做出 一個正確的一些判斷 我覺得反倒是來的更重要 所以反而在封控措施正式實施之後 上陣有一點利空進出的感覺 是有這個味道出現 好那我們就往下看了 我們說到其實今年 不管是代工廠 還是我們講的NB品牌股 你像是華碩和鴻基 今年殖利率也都逼近10% 可是我們剛才又聊到說 可是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手機和筆電其實都會見頂 這個頂不只是自然的景氣下行 還包含著在後疫情時代 大家要用到的筆電 本來就會比較少 那在這種階段底下 我們如何來看待 目前這一些代工股 或者筆電股的強弱 因為從今年來看 我其實有做過回測 電子五哥 沒有一檔跌幅超過大盤的 那我不知道 不經好奇 是它還要補跌 還是說 其實它就是整體的波動度 比大盤來的低呢 那整體上如果我們就特別來 就是如果把電子五哥 那跟什麼 跟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跟家選大盤 那跟上陣我們做個交叉比對 你一比對完其實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 整體上最強的 比大盤強的技能是鴻海 也就是說 我們同樣我們剛剛提到 從12144到18619 一直到木熊 鴻海比大盤強 我好像很久沒有聽到 鴻海有什麼移動 如果你把時間拉長 當然看你怎麼看 你把時間拉長 其實各位 我舉個例子 鴻海今年的最大交易量 發生在1月5號 那個時候的價格是109塊 109 問題是 家權指數的最高點18619 也是1月5號 也就是說 鴻海爆出最大交易量那一天 是今年的1月5號 那一天的收盤價109塊 可是你知道嗎 家權指數現在肯定不是18619 可是鴻海今天的價格回到109 也就是 他已經來創今年的最高點了 他默默的 大家都不在乎他 可是他默默的 也就是說他走得很緩 可是拉了10個百分點上來 所以我們來看 我認為做法不同 就是在於 我們光看電子5個 最主要 我們就把最強的 跟最弱的 分別抓出來 最強的是鴻海 就是說在股價的表現上面 到目前為止 最弱的是廣達 是 那針對鴻海跟廣達 我的看法呢 你的投資或操作模型 應該是不一樣的 對最強的 你應該站在投資做衡量 是 最弱的是以 所謂的操作為主 所以最強的 你要想辦法去賺 它更多的資本利得 價差 最弱的 你反而可以考慮 它的價值投資點 是不是中長期的存股時間點 已經到了 剛好相反 剛好相反 最弱的應該用操作 是嗎 對 因為最弱我們過去講過 就是說任何商品價 任何商品價格 它一定會回到它的正常軌道 因為股價短線上 大幅度下跌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 不管從 乖離利 PSY或KDJ 去尋求 它是不是股價出現 波動過程的最低點 所以最弱的時候 反而它已經來到一個 均值的極端值了 對 所以你可以考慮 是不是要做短線上的強短 那這不是長頭 因為它股價表現 它現在告訴我們 我是最弱的 是 那你最弱的你去做 過度的強力買進 你要提防 萬一這裡不是個最低點怎麼辦 所以你只是賺它的 空單回補而已 你賺它波動 你賺它的波動 所以呢 我的看法呢 如果是 鴻海應該看 什麼時候是它的 最佳投資的進場點 那麼以廣達為例 我們就去找 廣達它過去股價 是怎麼走的 那找出 每個行進過程的 最高點跟最低點 OK 不如我們從廣達的周乖離 來做觀察 首先它有8%的殖利率 我想先確定一下 那這個時間點 買入 從中長期水位 能不能一方面賺到價差 又賺到股息呢 還是說 我們從短線 和中長期的角度 思考點又不一樣 理論上其實是接近的 是可以的 就是說 你如果是那種 大長線投資廣達 其實也不會有太大風險 因為包括四大基金 廣達都是一檔標準的配備 所以整體上我們認為呢 太大幅度的上漲不至於發生 可是你要它一直往下大幅度修正 應該也不會 所以我的看法呢 你可以考慮 如果持有廣達的朋友 你可以考慮利用乖離率 去做一些短線價差 來提升你整體的一個績效 我舉個例子 各位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呢 因為我們把時間拉長來看 那拉長呢 我們用周K棒 什麼叫周K棒 就是一根K棒它是一周 然後我們來看 這麼長一段期間以來 廣達它本身的波動是怎麼走的 也就是說 它本身的乖離 它正負乖離 可以達到正負12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 當它往上一波段的一個上漲 可是要提防的就是 當它漲幅離 達到12個百分點以上 你要適度要保守 可是相對的 就像目前為止 它中錯了 它大跌了 反倒是 你就不用過度擔憂 你要去看 它是不是已經跌幅達到12個百分點 如果已經到了 它其實在告訴你 我隨時在股價的波動行進過程 因為它早晚一定會回到這個零種 它不可能不回到零種 所以以廣達為例 我們認為呢 你倒是在近期 應該是尋求做操作性的 多方的買進的考量 但是是強反彈啦 沒有代表這股市要回升 值得大家觀察 那如果是鴻海 你說鴻海近期 這股價推升力度好像開始湧現了 這個時候追可以嗎 我們從機器角度 要怎麼識別目前鴻海的評價呢 其實鴻海過去幾年 大概每年大概就成長個EPS 差不多一塊吧 你看看去年賺10塊多嘛 那它的現金股率配發率大概是5成 所以今年大概配5塊 按照它目前的股價100多塊 殖利率也接近5%了 對 那這種狀態底下 鴻海其實歷年殖利率有時候沒那麼高啦 到底殖利率5% 它現在是算有點便宜 還是現在其實股價推升力道 股價有一點貴了呢 那整體上我們的看法呢 其實鴻海站在中長期的投資 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啦 就是說各位請看喔 這張表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可信度非常高 為什麼我們先看最上方 最上方我們從2007年開始看 因為金融海嘯是爆發在2008年的年底 對 2008遞延到2009 所以在2008年年底到2009 幾乎是全球所有金融商品的低點 那各位你要看喔 一般來講大家在算 所謂的投資報酬率啦 往往都會拿2009的低點 那代表說你的把基準點抓那個最低點 我覺得這也不盡合理啦 你如果時間拉回到2007你去買鴻海 當時一張鴻海是30萬 一張是30萬 你如果拿2009年的低點存5萬 那個差異的幅度當然來的大 所以呢我們的看法就在於 針對存股族應該就是要去精算它的本益 所以買在當時如果是300塊 那光臨股息搞不好現在還沒辦法回本喔 對啊你還在套牢 其實變成有可能還在套 所以我的看法就在於第一個我們要去算 算什麼 先算它的每一年它的本益比的最低點 好 你用這個方式會比起你去看外資報告裡面 所給你的本益比的一個評價 你的感受會更深了 就是說因為這些都是已發生的數字 不可能會錯因為每股益已經公告了 過去股價的最高點最低點你也看到了 你一定可以算出歷年來股價本益比的最低點以及最高點 所以各位請看那個紅色的 是每一年每一年從2007年開始一直到今年2022年 紅海已經發生的當年度的最低本益比 你會發現到其實只要在九倍以內 幾乎都是它每一年的要來到最低點的 問題是我們看現在 現在以今年為例 今年大概市場的評估大概在10塊半 那明年渴望成長到11塊8 最主要就在於電動車的部分渴望增溫 但是我們看 我會覺得說我希望買在9.6倍以內 問題是沒有9.6倍讓你買 就是它沒有9.6倍你說我要買9.6 我就沒有9.6 今年最低大概也就只到10倍 所以你問我怎麼看 代表說紅海今年我們的看法呢 因為它沒有低點讓你買 所以你可預期的接下來我倒認為 整個電子五格裡面 特別是在第二季第三季 應該把重點放在紅海身上 OK就等於試圖預測有一個行情所在了 不過我覺得特別有趣 剛才夏老師聊到本益比 最近我也跟很多分析師一起聊 關於本益比的問題 你想想看 你像台北股是本益比 現在已經12倍以下了 那台北股是過去的本益比 平均水平大概在15倍左右 那難道我們說 現在台股非常非常的便宜 可以大量的買進嗎 好像也不一定 因為本益比我們畢竟 還是用去年的EPS來進行預估 明年的EPS我又無法準確的進行預估 如果明年 哇這個EPS下降的幅度 比台股修正的幅度還要來得快 明年本益比會不會反而走高 所以我們具體從本益比 從中長期角度來思考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一個觀察 對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去觀察 就是投資機構所出去的本益比的評估 本益比一般來講 就是看該公司過去歷年來 它的獲利能力跟股價之間的一個變化 那得出合理的低本益比 就是它的本益比波動區間 那麼低檔在哪裡 這是第一個 可是它的第二步是什麼 第二步呢 當你看完它合理的本益比波動之後 我們取台積電為例 你去看台積電 如果說你是長期在觀察台積電的本益比 你根本不可能在500塊以上買進來台積電 我的意思不是現在 是在去年的下半年跟今年的上半年 去年這一高台積電本益比來到28倍 因為你去觀察台積電合理的本益比波動 20倍就是已經是歷史的高點 那是歷史高點 當它衝過20倍 當時台積電股價從20塊往600塊 300塊往600塊衝 所以理論上你會踩煞車 問題是它確實拉了一個大波段上來 為什麼 因為ROE 所以當我們在換算本益比的時候 你一定要加一個它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也就是說如果ROE上揚市場 就是說投資機構會調升它的本益比幅度 它會往上拉 但是ROE往下大 那它的本益比就會往下大 所以呢你要去看 如果ROE上來 可是它的股價本益比是低的 那幾乎笃定 那就是個買點 這蕭老師講得很好 其實蕭老師想跟各位闡述的一個重點 在於說明啊 中長期本益比水位也有可能向上 中長期乖離率也有可能是往向上的 為什麼 因為要隱含這一點就是 市場上如果景氣中長期是偏好的 與均值回歸 它會回歸那條中長期局勢線 所以值得大家來多做一些留意和觀察 也許用單一的本益比 或單一的乖離率來看 可能它的準確性 沒辦法百分之百吻合 但是你把多項指標統一的 不管是從ROE 從本益比 從股價淨值比 從乖離 從KTJ 各種指標來進行模反和觀察之後 也許就能夠找到那些高勝率的股票了 那感謝今天蕭老師的參與 如果投資朋友有更多的興趣和想法 也可以加入蕭老師的Linead 來提供給各位做一些參考和借鏡 裡頭也會有很多的總體經濟訊息 各股相關產業內容的觀察 提供給觀眾朋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 加分享喔 我們就下一期台股達人秀再相見 感謝蕭老師 感謝各位 掰掰 感谢蕭老師 感謝蕭老師 感謝蕭老師 感谢蕭老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